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苗栗以南地区 今天都有雨 整体来说 总降雨量应该会比昨天减少相当的多 所以雨是会稍微的缓和一些 然后同时总降雨量也会减少 范围也会变得比较局部 但是中央气象局 还是针对了中南部地区 发布了大雨特报 所以提醒 今天的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高雄 屏东 都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这个短时的 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 那至于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 还是要防高温 尤其是东部地区 那么因为吹西南风 然后爬过了一个中央山脉 到了台东还有花莲县重谷 在今天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提醒东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 北部地区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台北外面的温度已经30度了 怎么这么热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降雨机率只有2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4度 中部地区多云时云短暂震雨 降雨机率6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1度 南部地区英时多云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机率7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1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云降雨机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2度 澎湖地区多云降雨机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29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 现在已经30度了 台中25度 台南高雄26度 宜兰花莲28度 台东29度 然后澎湖是27度 好 这是今天的天气状况 这样的天气形态会一直持续到明天 那么变天的时间点会是星期四 星期四呢 台湾的整个的天气预报 最重要的名词就变成了太平洋高压 那就是高温闷热 所以呢 这两天 中南部地区呢 还会下雨 然后呢 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相对稳定 但是呢 到了后天呢 礼拜四 那就全台湾像是一个烤番薯一样了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涨多跌少的 道圈工业指数下跌了150点 刷盘指数是34283点 跌幅0.44% 纳斯达克上涨了140点 刷盘指数是14500点 涨幅0.98% S&P指数上涨了9.91点 刷盘指数是4290.61点 涨幅0.23% 费城半导体则上涨了81.66点 刷盘指数是3323.14点 涨幅2.52% 你可以看到费城半导体的涨幅相当的大 那么代表的是科技股的大反弹 这里面呢 纳斯达克跟S&P指数再创历史新高 尤其科技股是非常明显的上涨 那么在五大科技天王当中呢 是全数上扬 而且五大科技天王的市值 全数超过一兆美元 最后一个超过一兆美元的是脸书 好那么苹果上涨了1.25% 脸书上涨了4.18% Alphabet上涨了0.022% 而亚马逊上涨了1.25% 那么微软上涨了1.4% 这里面呢脸书的股价大涨了4%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呢脸书在面对一个就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呢 对脸书所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呢赢了 他在这个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法院的法官 驳回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所提起的诉讼 所以呢脸书的股价就大涨超过4% 而它的总市值也超过一兆美元 是五大科技天王当中呢 最后一个市值超过一兆美元的这一个公司 好那至于在台股的ADR的部分呢涨跌互见 台积电上涨了2.64% 红海的ADR下跌了0.98% 热光的ADR下跌了1.79% 联电的ADR上涨了0.74% 中华电信的ADR下跌了0.66% 好所以主要是金元双雄呢在上涨 那么其他的红海月光还有中华电信呢 都是下跌的 那么至于台紫期的部分呢 持续昨天的台股继续的上涨 那么台紫期的夜盘呢继续上涨了87点 好所以今天呢有机会再开高 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 那么出现了涨多拉回 纽约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14美元 那么跌幅1.54% 每桶的报价是72.91美元 白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2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4.14美元 跌幅1.64% 那么油价的下跌呢 反映的是市场开始担心 Delta病毒会不会使得 欧亚的经济活动再度的受挫 就原本因为疫苗打得很顺利 然后呢顺利的解封 所带动的消费需求 会不会因为Delta病毒 又改变了这个经济面貌 所以我们看到呢油价出现了下跌 那至于在黄豆的部分呢 那么拉回整理了之后呢 今天凌晨呢 在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是大涨了42.75美分 涨幅3.37% 那么其他的原物料的部分 贵金属的部分呢 黄金上涨了2.90美元 涨幅0.16% 那么每盎司的报价 1780.70美元 白银的部分呢 上涨了0.128 那么每盎司的报价是26.254 涨幅0.49% 那么铜的部分 只小跌了0.33% 白金的部分呢 继续上涨了2.36% 那至于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大概在92这附近呢 来回整理 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小涨了0.1来到91.897 那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全数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800%股价指数 下跌了63点 跌幅0.88%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64点 跌幅0.98%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下跌了53点 跌幅0.34%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根据美国联准会的统计显示 美国去年虽然初期的时候呢 受到疫情的冲击 而且经济是衰退的 但是呢 就财富而言 美国家庭财富呢 在去年一口气暴增了 13兆5000亿美元 这是家庭总财富了 那么增加了13兆5000亿美元 是30年来财富暴增速度 最快速的一年 当然主要是因为股市的大涨 房地产价格的大涨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几次的纾困案 然后让民众呢 长清了这一个卡债 然后呢 使得他们的债务变少 储蓄变多 所以呢 这一个跟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呢 美国的家庭财富呢 骤减了8兆美元 跟去年就刚好形成强烈的对比 去年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增加了13.5兆美元 不过他的财富分配呢 比收入分配更加的不平衡 那么增加的财富当中 超过7成是集中在 全美收入排行前20的 这一个家庭 好 这是美国家庭财富的增值 另外呢 那么全世界现在呢 正在研究的数位法定货币 那因为中国大陆跑得非常的快 那美国呢 现在看起来也要跟进了 那么美国联邦的 美国的波士顿联准银行总裁 罗森格伦 他在这个美国呢 那么数位美元计划当中呢 他提出了一些 比较具体的一些说法 他说呢 未来呢 数位美元的设计 将会兼具Apple Pay跟PayPay 那么可以用手机钱包来交易 那但是呢 详细的这一些规划 可能要到年底的时候呢 才能够比较清楚的知道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韩国昨天呢 宣布他们对于 今年最新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调高到4.2% 这创了11年来的新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出口的部分呢 持续的旺盛 再加上呢 疫苗接种的速度 那么其实表现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扩大财政支出 所以呢 估计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可以调高到44.2% 是11年来的最高 当然台湾呢 这个的经济成长率呢 根据台湾主机总处的预测 那么整个今年经济成长率 也可以达到5.46% 好 再看国际资金的部分呢 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基金的 这个部分呢 在上个礼拜仍旧是由美股的基金呢 那么成为西金王 那么一口气呢 上个礼拜呢 就吸入了20.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 连续两周呢 都是主要的吸引资金的来源 那至于在亚洲的部分呢 在上个星期呢 其实确实看到有部分的地区 那么因为受到了美国联准会呢 可能会提前 那么它缩减它的购债规模的冲击影响 所以呢 从部分的这个国家地区呢 测出去 所以呢 像这个台股的部分呢 上星期呢 外资测出了7.8亿美金 而韩国测出了5.8亿美金 那么印度呢 测出了3.5亿美元 那么泰国 马来西亚 还有菲律宾跟越南 都是小幅的卖操 但是呢 只有两个市场呢 外资在上个星期呢 是买操的 那中国大陆呢 是买操了32.4亿美元 而印尼则是买操了0.9亿美元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大宗商品 那么大宗商品呢 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期间 拉回整理的幅度相当的大 但是呢 如果就 跟现在跟历史价格来比的话 仍旧趋于高档 那么铜价的部分呢 从3月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呢 目前拉回已经超过10% 而玉米大豆呢 也从5月份的高点 拉回了13%到19% 猪肉的部分呢 这个月 6月份累计跌幅 就已经达到17% 木材拉回的幅度更多 但是呢 仍旧有相当多的 金融机构在喊多这一些 大宗物资 包括了德意志银行 然后包括了美国银行 好 那这个呢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比特币的部分 那么比特币呢 其中有一个 那么比特币的交易所 叫做币安 那么它因为呢 这个对于防治洗钱上面的 相关的这个规定呢 那么被认为不够 所以呢 包括了英国 日本 还有美国呢 都对于币安的营业呢 表达了一些关心 那么英国呢 则是明确地下令 禁止币安 这家公司呢 在英国从事任何 受到监管的活动 好 所以要 甚至要求它广告 必须要下架 那么日本金融厅呢 也对于币安 发出了警告 表示呢 币安没有注册 就提供加密货币的服务 好 那不过这个事件呢 对于比特币的价格 影响不大 那目前呢 比特币的价格 大概是在 34256美元 对于比特币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现在呢 为了稳定物价 那么把原本呢 是在关注的是在 铁矿沙啦 然后这一些属于硬的 这一些 这个这些 这些大宗物资 现在呢 转向了去盯 农资商品 就包括了肥料 比如最上游的尿素 那么开始呢 转盯 有没有囤积 跟烘抬的情况 好 那么至于在 入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入港股的部分 是小涨小跌的 那上证指数小跌了1.19点 收盘指数3606点 跌幅0.03% 深圳城指着上涨了146点 收盘指数是15150点 涨幅0.98% 至于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 昨天上半天呢 是休市 因为他们下大雨 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 才开盘 最后收盘的时候 小跌了19点 收盘指数呢 是29268点 跌幅0.07% 好 接着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继续的上扬 上涨了87.98点 收盘指数是17590点 涨幅0.5% 成交金额4406亿元 那么这里面呢 值得注意的是 整个上市会的总市值呢 已经达到了59.16兆 那么就集中市场的指数而言 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但是呢 它的总市值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那么这里面呢 昨天呢 最火红的 其实呢 就是航运跟钢铁 航运有11档涨停 钢铁有26档涨停 总共高达了37档涨停 那么航运呢 之所以大涨的原因是 因为它的运价呢 还在不断的飙升 所以长龙的市值 已经成为全台湾 第五大市值的公司 而万海 那么另外一家货柜公司呢 它呢 货柜航运公司呢 它也挤进了前10名 这些都是破纪录的 那万海昨天也宣布 要扩充它的船队 再下定12艘 所以呢 这个包括它之前已经下定 然后等待交运的货柜船呢 总数量达到了46艘 所以展现它的企图心 好 这个是在航运的部分 这里在钢铁的部分呢 因为呢 这周末的时候传出 俄罗斯呢 那么从8月1号开始 对于所有的这个钢铁的 这一些相关的产品出口呢 要加增15%的出口税 好不是进口要加税 出口也要加税 再加上呢 之前中国大陆呢 对于钢铁的出口的退税呢 取消 好那所以呢 等于都是出口加税 所以呢 全球大抢钢料这个情况呢 出现了 昨天呢 有两家公司呢 调整了他们的盘价 那么一个呢 是丰心 然后将它的这一个 包括了它的这个 肺钢啊 还有钢筋呢 都调高 而不锈钢的上游 华兴利华呢 也宣布 因为原物料交期不确定 所以呢 它的这个300系不锈钢 每公顿呢 大涨了8000元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 在产业面的部分 8寸系晶圆厂的下半年呢 看涨10% 因为呢 那么目前是12寸系晶圆厂 其实已经上涨了 但是8寸系晶圆厂 上半年还供给平衡 但是呢 到下半年会供不应求 但是呢 反而就未来而言呢 那么目前根据最新的 IDC言调机构的 这个警告 包括了Chromebook 还有包括了平板电脑 明年的这个需求会减少 马上回来